从哲学角度看,如何退去孔一己的长山? 最近网络上最流行的话就是著名作家鲁迅的角色《孔一己的长山》的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讲述了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在战争年代无法通过自己的知识为自己争得生存之地, 而被周遭不学无数或者遗迹之长的工人们嘲讽。 说真的,我其实对于这个情况并不意外。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系统就已经不断地内卷化。 而这个内卷化会造成两个结果,就是年轻人攻击性的缺失。 这个攻击性就是精神分析里弗洛伊德的攻击性。 而另一个结果就是在学习的大部分内容根本就是无用的, 就像英语完形填空里的各种动词陷阱一样, 让一个中国学生去国外和老外进行交流,根本起不到帮助。 所以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先要理解自己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还无法真正用自己的思维来处理信息。 所以第一步是要学会抛弃无用的知识。 这样才能够快速地吸收社会经验。 脱离无用知识填满大脑的知识饱和状态。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我是金电鱼。 关注我,每天都有好运气。 。